EVE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吴磊 其实是挺难的 因为这是一个挺正经的事 然后我又怕自己的想法不是很好 但现在看结果 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果 又做出了我想要的东西 就是完成了 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系列吧 来自于我的大妹子们 以前就在机场的时候 他们老给我送信 然后送信的时候都会叫雷雷信 有一次我就跟品牌分享这个事情 就是双方就一拍即合 然后就做出这个雷雷信系列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身上这件 卫衣还有就是这个小包吧 就是这个小包 就是因为很方便 可以配在身上 而且正好是可以装信的大小 可能会写给一些 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吧 其实我也有想过 下次可以写一封回信给粉丝 我觉得其实写信 就是要把自己想要 传达给别人的情感 老老实实的 平整地写在自己的信上 然后把信递给自己想递给人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我日常就舒适为主 其实在家里都是能不换款 我就不换款 因为我喜欢那种比较舒适的衣服 导致我那种白T啊 包括那种运动服都有很多件 我就恨不得上面编号 这样子可以分得轻一点的 最难的地方 其实有很多 因为陆小北这角色 他是一个内心比较复杂的孩子 诠释程度也会比较难 看戏的时候挺轻松的 其实我们现场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蛮大的压力 虽然导演一直在给我们输解压力 但我们还是会想说尽力的去把这个戏演好 我会开机子了 就因为DC网报 我从来没有开过机子 你一开机子 然后突然会有广播叫 说什么什么什么 开了什么多少号机子 我当时觉得 哇 就跟颁奖典礼 你知道 Q到你的名字上去领奖一样 好自豪好骄傲 就很快乐 然后还有什么新技能 学会了用轮椅吧 其实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也体验了一下不一样的生活 也感受到了 使用轮椅人群的不容易吧 要多心疼自己 我觉得就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 不要仗着自己年轻 就熬夜啊什么的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我还是会熬 但是啊 还是要能注意一点 就注意一点 其实养生是一种心态和习惯 大家就是多养养生啊 多触碰自己的身体啊 其实对生活质量 也会有一些提升 我觉得 这个微信拍一拍啊 我是为了省流量 我把自动更新那个功能关了 然后我是一直都 没有研究透这个功能 就别人一直在拍我 但我拍不了别人 我特别着急 就知道怎么玩了之后 就发现大家东西都花里胡哨了 然后有一次 我不小心拍了拍别人了 就感觉被别人占了便宜 后来我也把自己改成了 一个比较猛的 先不透露了 对 最近刚刚杀青啊 在剧组一直在健身 没有明究新的技能 争取下一次 可以跟你画个眼线吧 好吗 其实这次演的角色 就是一个草原女男嘛 看漫画也是 发现他是一个很壮的人 所以说一直在健身 包括从形体 各个方面都会想说 能让自己更像一个猛男一点 从演员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优秀 非常专业的演员 在表演方面 沟通事情都很顺畅 然后包括演戏对手 起来也非常的 我觉得算是 磨合得比较快的吧 那从为人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是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人 因为他演戏 演李长歌的时候 特别认真 然后一下戏 也会有屋里头 也会像就是 小朋友一样演的一面 老鹰吧 鹰损 这次拍戏 我也跟鹰接触了一下 挺吓人的 就觉得 主要是能成为一头 老鹰鞋也挺帅的 其实每年的目标 都是一样 就是今年也能 生生力力 能够保持出新 一支好演戏吧 演完唱歌行之后 就挺累的 也想要好好 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希望自己日后 也能够一直有冲击 一直有动力吧